大家好 我是彭少 好久以前就有不少兄弟 想让我推荐一款关于OCR识别的软件 我大概看了一下 免费的不好用 好用的又买不起 就在大家夹在中间生死不能的时候 有一位大神自己制作了一款小工具 工具虽小只有两兆 但是功能很强大 他调用了各大网站的OCR接口 包括腾讯 百度 有道等等 最良心的是完全免费 且不限次数 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公众号彭少 回复OCR 获取下载链接 安装包里面除了一个应用程序 和一个配置文件以外 为了感谢这款工具的作者 我放上了他的原分享链接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好用 就要对原创表示支持 这是一个绿色软件 无需安装 我们只需要双击 打开它的应用程序即可 然后在任务栏里找到它的图标 右键打开设置 这里非常简单 只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快捷键 我选择默认 第二项是它在识别过程中的动画显示 第三项是模式选择 一共两种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第一种 识别模式 注意设置完成之后 一定要关闭窗口才能开始使用 我们随便找一个网页 比如Ego官网 找到一段文字 按下F4快捷键 鼠标指针变成了手指的状态 按住左键 框选要识别的区域 松开之后就会自动识别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在这里出现的一个小女孩 那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动画 而且浪了一秒左右 就已经识别完成了 这里会显示具体的耗时 我们再找一个图片形式的文件 按下F4框选识别 识别完成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拆字 把这段画按照原格式分段 或者可以在框选的时候 按照Ctrl键 就会自动拆分段落 点击合字并成一段 点击喇叭按钮进行朗读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它没有停止键 最后这个翻译按钮 可以自动音悍护译 同样也可以进行朗读 而且我们可以直接在设置里面 选择翻译模式 现在我们直接找一段英文 它除了识别以外 还进行了自动翻译 由于这款工具调用的是有道接口 所以翻译内容准确无误 因为作者对图片的尺寸做了优化 所以特别小的文字也是没有问题的 有需求的小伙伴 赶紧试试吧 最后我提示一下 我在视频开头提到的这个EGO 是我每天必备的图片管理软件 我之后会把官网地址放到视频简介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有些小伙伴总是觉得 对于一个学生党有点小贵 其实他们专门为学生做了五折的优惠 所以一个月的试用期过后 你就完全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需要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的暴力分享 就请点个关注 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刻相伴 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加微信或者QQ思料我 如果有好用或者好玩的软件 也可以来我们QQ群 或者公众号论坛 与大家交流互动 来日方长惊喜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